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号这天是关圣帝君的生日 清北市长侯友宜特地前往新庄武圣庙参拜祈福 并制正一波云天的匾额 其实这个含义就到处了侯市长 除了要学习关公的正气精神 同时勉励自己对选民的承诺一定要说到做到 是逢农历六月二十四号是关圣帝君圣诞千秋之日 清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特地前往新庄武圣庙参拜祈福 并制正一波云天的匾额 意味着政治人物要学着关公精神 做事要说到做到 对选民的承诺永远不要改变 爱认真打招 对选民的承诺永远不要改变 所以我当时市长 一直拿出我参赛第一天 来把武圣庙冠帝国 我们要做三个事 动算的第一天 我也来跟我说 今天又生日我也这样说 所以这些人我们就要认真 不要辜负了 我们做人像基本的台读 要重诚信 所决意认真讳接 侯友宜表示 受到选民的认同 自己能够当选市长 他感谢关圣帝君一路以来的照顾 同时也肯定庙方长期投入公益慈善事业 协助推动市政 我们的廟室 我们的理事长 以及我们在地零零一元 所有理事长 以及到中卫社理事长 大家都同样用这个精神 大家走着会 为我们地匡社会和海 来打招来贡献 这是我们最大的团队 最大的心愿 是我们帝君圣诞的价格 我们这种乡亲 这种信价 大家跟我们市长同样 都要来跟我们帝君作修 市长来这里跟帝君参与 同时正变一个义伯营推 这义伯营推就代表我们市长的精神 拥有250年历史的武圣庙 已经是当地民间宗教信仰中心 明天都有许多信众前来参拜祈福 然而在见到市长本人 大家抢着要和他拍照留念 场面好热闹 此外侯友宜也真诚祈求 武圣庙能够像关公的正气精神 一样庇佑地方 便安魔书 记者黄又贤 新装采访报道